天气好好啊,出门浇油吧 鸭皮的蛋打皮卷成长条,手尾相连粘起来 剥下来锡纸捏成圆柱体,包上油纸 蛋打皮像这样卷上去,沾上白糖 放入烤箱180度10分钟 把锡纸桶抽出来,在中间挤上奶油 第二道鸭扁的蛋打皮有模具切除爱心的形状 同样的放进烤箱,烤制起酥 一片打底,挤上奶油,再放上另一片 奶油封顶,最上面用水果装饰一下 第三道来做个咸口的 鸭皮的蛋打皮卷成正方形 切下来的部分搓成条状,放在边上 刷上蛋黄叶,在中间的位置 扫上芝芝碎,放上一口肠 来点沙拉酱和番茄酱 放进烤箱180度10分钟 扫上欧芹碎,装饰一下 一个小时就搞定了露营美食了 也搞定了车的基础保养 您好,您的保养订单已完成 我们马上 临时决定去秋游,但是车也到了该保养的时间 昨天晚上预约了上门取送车的服务 今天就有服务人员来取车了 APP上也可以查看订单订成 关于用车的一些问题 写上咨询,小卧也会很快地回答 这样我才可以安心种美食嘛 更让人惊喜的是 看来发满洗了车 之前车尾车漆有轻微刮蹭 也半半不修了 打包出发了 加上我的新车 享受秋天,享受美食 当初决定购买沃尔沃XC60 只是看中了它的环保,安全,原质高 驾程体验好 而且作为一辆新车 一点异味都没有 完全不会影响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没想到贴心的售后服务更是深得我心 很适合我这种一满家就忘记时间的人 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再怎么满也要学会享受生活 在凉爽的秋风中 吃上一口酥脆的大皮 能忘记一切烦恼 其实靠谱的车辆售后服务 和治愈人心的美食一样 都是生活中的小缺信呀 请不吝点赞订阅